大家好,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,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,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,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,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,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。 2007年,他被诊断为肺癌晚期,且转移到了颅内。当时,多数医生认为是恶性肿瘤,不立即手术会耽误最佳治疗时,可能活不过三个月,但他决定禁养。 当肺内阴影变小被多数医生认为无关紧要时,他决定接受病灶切除手术。 两次他都读对了,他就是林志军,一位资深记者、作家。 当初,医生认为他活不过三个月,但他却走上了适合自己的康复之路,现在依然非常健康。 抗癌成功后,林志军写了一本《抗癌感悟》的书《重申手记》《一个癌症患者的康复之路》。 这本书包含了他五年《抗癌康复之路》上的经验总结,如实记录了犯过的错误,堪称一部《生病智慧书》。 下面的内容就是根据《重申手记》以及其接受媒体公开采访的内容。 总结出的其患癌后的七大感悟,可以说自自如今,现在分享给大家,希望能给大家提供帮助。 癌症只是一种慢性病,著名肿瘤临床专家何宇明,颠覆了中国人癌症是绝症的惯性思维。 他说,很多肿瘤患者不是死于肿瘤,而是死于对肿瘤的无知,高度恐惧,以及恐惧本身带来的盲目应对。 应该理性对待,善用智慧,以合理防治。 林志军认为,我国癌症治疗体系可能存在致命的弊端,人们对癌症的认识, 也存在致命的偏差。 我们恐惧是因为我们无知,我们不了解癌症,不知道癌症其实并非绝症,只不过是一种慢性病。 我们不了解自己的机体,很容易过低地估计自己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, 却过高估计药物的能力。 不知道那些所谓特效药有可能证实致命的杀手。 只要我们不恐惧,不盲从,不走上错误的治疗之路,我们就已经有66%的机会,远离死神。 即使我们的肿瘤已经到了中晚期,也可以长期与癌共存。 我们要用脑子救命,而不是用腰包救命。 2007年2月,林志军被诊断肺癌,脑转移的概率为98%,即肺癌晚期。 北京上海两地明医会诊,几乎一边倒地判定他活不过三个月。 因为开颅也不能保证痊愈,林志军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,先观察一诊。 两星期之后,医生的说法是,脑部的肿瘤应该是没有长大。 他感悟,对病人而言,要用我们的脑子救命,而不是用腰包救命。 但是,他并非一位排斥手术。 在可信的医生,胸科影像学专家石木兰确认肺部的癌症,并建议他做手术开胸之后, 他立即按照石木兰的推荐,选择医生为自己主导。 肺部的恶性肿瘤被切除之后,他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家里。 他拒绝了化疗,因为化疗仅仅将治愈率从60%提高到62%, 同时拒绝了很多昂贵的特效药。 他查阅了很多资讯,确认中国有很多癌症患者被过毒治疗。 他的一个朋友,身体棒,腰包骨,结果从发病到治疗, 仅三个多月就去世了。 他决定,做一个聪明的患者,相信自己身体的力量, 而不是医生和药物,开始自我恢复。 把性命托付给自己。 出院时,林志军尝试用一些纯自然的方法恢复自己的体能。 林志军的经验是,他把性命托付给自己, 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康复之路。 他曾在一种末日心态笼罩之下, 但也在不经意之间走上康复之路。 他每天步行五公里,八千公里, 就是他五年走过的路程, 相当于从北京到拉萨一个来回。 现在的林志军好似一个得道的智者, 乐山乐水乐于助人, 喜欢摄影, 发现并捕捉光影世界中的美感, 喜欢以积极的眼光看待世界和人生。 他的妻子也说, 爱情、亲情和友情的力量, 会让我们的生命出现奇迹。 即使他无法起死回生, 但仍可以让我们超越肉体的痛苦, 达到心灵的安宁。 著名作家心理医生毕书敏说, 他不但奇迹般地把病治好了, 连整个人生都上了一个新境界。 不要再把自己当作病人了。 烘饮时和起居习惯开始, 林志军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, 他不再忙碌。 对他来说, 时间不再是金钱, 不再是完成工作进度的承载体。 他不过是我告别死神走向康复的桥梁。 他更多的时间是在户外度过, 在湖边踏青, 在林间漫步, 在阳台听音乐闭目养身, 眺望远山静水和蓝天白云。 他享受阳光, 也享受风雨雪雾。 每天他重视的五件事是, 吃、喝、拉、撒、睡。 在吃的方面, 要足够杂, 足够粗, 足够素, 足够天然。 他每天要喝2400毫升水, 让自己的排线每天都有规律。 同时观察大小便的颜色和多少, 以及间隔时间, 每天的睡眠不低于8小时。 春秋季节, 剩下9点之前和下午5点之后, 他会来到户外, 落露50%的皮肤晒太阳。 他说, 就算不能补充维生素地, 我的生命再次被阳光照亮, 生机和活力不知不觉会重新回到我的身上。 他还去一些气候和空气好的地方疗养, 去苏州的第二天, 开胸手术后的正常反应, 胸闷和咳嗽就减轻了, 五个月后咳嗽就好了。 他还去了深圳东郊影区, 或漫步海边, 或在山间射击而上。 他终于又回到了滑雪场, 沉温了这种野性和富有刺激性的运动。 当晚, 他给关心他的朋友发出一条短信, 号外, 林志军重返滑雪场。 2012年3月15日, 经过新一番的复查, 林志军颅内病灶几乎完全消失, 肺部和腹部未见新的异常。 医生对他说, 不要再把自己当作病人了, 中国有八成癌症患者被过渡治疗。 在治疗期间, 他处处发挥自己的记者本能, 细心观察自身所处的医疗环境, 细心搜集资料, 对中国癌症治疗现状有很多惊人的发现。 有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, 全国每年因癌症死亡的人数是200万, 有80%的癌症患者在有意或被迫接受着超过疾病治疗需要的过渡治疗。 90%以上的癌症患者没有得到良好的治疗方案, 符合规范用药者净为20%。 这些数字令我震惊, 癌症患者中竟有如此多的人不是死于自己的疾病, 而是死于自己的恐惧和不正确的治疗。 看起来, 我们最大的不幸不在于遭遇癌细胞的清洗, 而在于我们被中国式的癌症观念包围着, 同时还接受着中国式的癌症治疗。 这种医疗环境正在造就一个悖论, 医学越是发达, 越是剥夺患者的主动性和判断力, 越是造成病人的恐惧和错误。 所有死亡的癌症患者中, 三分之一是被吓死的, 三分之一是致死的, 只有三分之一是真正因病而死。 如果你一定要问我, 有没有一些可以让癌症患者共同遵循的东西, 那么我会说, 有。 的确, 有一些事对所有病人都是相通的,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坚强去接受那些应当接受的治疗,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去拒绝那些不应当接受的治疗,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智慧去分清楚哪些是应当接受的, 哪些是不应当接受的。 我们都需要知道, 什么时候该去从容地迎接死神降临, 什么时候该坚定地寻找康复之路, 因此, 做一个聪明的病人, 远比做一个听话的病人更重要。 对医生的选择非常重要。 林志军说, 病人通常有两种心理, 第一, 我不懂医, 不听医生听谁的, 第二, 医生都是错的, 不能听医生的。 我想这两种心理都有问题, 都会导致自己犯错误。 我自己的感受是, 看病是一件很受罪的事情, 不是疾病带来的难受, 而是看病的过程当中种种的问题。 的确, 有一些医生不怎么样, 医生也会犯错误, 我遇到好几次, 所以对医生的话不能盲目, 但是, 也的确有好医生, 医术高明, 道德水准也很高, 这样的医生不难找到, 我就碰到好几位。 癌症患者对医生的选择非常重要, 其实, 我从医生那里学到了很多, 医生不仅救了我的命, 而且, 给了我很多这方面的知识, 引导着我的康复之路, 甚至他们的错误, 也让我学到很多。 还有, 犯了错误的医生不一定不是好医生, 实际上, 那些有热情, 有办法去发现新证据, 并且根据新证据, 迅速修正自己错误的医生, 更值得信赖。 作为病人, 我们不懂医, 但我们应当懂人, 应当知道什么样的医生是可信的, 什么样的医生是靠不住的。 如果既不懂医又不懂人, 那就很容易盲从。 而盲从是导致我们犯错误的最重要的原因。 我做了三十多年记者, 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, 的确养成了观察人, 识别人的习惯。 也有一些经验, 这能够帮助我寻找那些值得信赖的好医生。 除了记者经验之外, 我想还有别的, 比如冷静, 比如动脑子, 甚至一个人的价值观也会发生作用。 举个例子, 我非常信奉诚信, 甚至有些偏执。 如果发现一个人说了一句假话, 我就会对他的所有言行产生疑问。 所以, 我在和医生的接触中, 特别注意他说话的可信度。 一旦发现他在自吹自擂, 我就不会再去看他。 就是因为这个理由, 我拒绝了不少医生和他们的所谓特效药。 这也许会让我失去一些治疗的机会, 但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自己犯错误。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, 人的生理状态千差万别, 疾病也是五花八门。 不同的癌细胞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, 结果必定是不同的。 没有任何一个医生, 更没有任何一台机器, 能够精确地分辨出每一种情况。 所以, 当疾病粗然加之的时候, 我们必须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, 打开康复之门的钥匙在我们自己手里。 那要如何唤醒五脏的自愈力呢? 激发心脏, 血管自愈力。 上海瑞金医院副主任医师施永梅说, 激发方法。 一, 加点醋, 减点盐。 为了增强心脏自愈力, 不吃盐, 过着苦行僧的生活。 这时可以找些高盐调味料的替代品, 比如醋, 番茄等, 两不物。 二, 加点钾, 助排纳。 纳吃多了会降低心脏自愈能力, 造成胸闷, 心悸, 高甲食物, 香蕉, 海带, 菠菜, 有利于排纳, 增强自愈能力。 激发骨骼自愈力。 激发方法, 每天要吃一次菠菜或西兰花, 它们含有丰富的维生素K。 温馨提示, 骨折发生六周后, 应适当活动以刺激骨细胞, 加速骨骼修复。 激发肝脏自愈力。 激发方法, 平常可以补充叶酸和B组维生素, 特别是用大早煮水长期喝, 以激发肝脏的自愈力。 激发肾脏自愈力。 激发方法, 黄芪熬汤煮饭, 黄芪先熬水然后煮饭, 一天的用量在100克内。 激发胃肠道自愈力。 激发方法, 早餐吃全穀物食品, 就是老玉米和燕麦, 而不是吃粉、 面这种油脂重的, 馒头、包子这种精致的。 这样用时, 为胃补自愈力的激发体素。 激发肺补自愈力。 激发方法, 胡萝卜、 红薯和芒果要每天吃, 量不应低于900毫克。 激发大脑自愈力。 激发方法, 快步走, 每天至少30分钟, 每周2-3天。 你看, 那些不幸患老年痴呆的朋友, 大都是整年不运动的。 这种行为就是给自愈力捣乱。 具体来说, 就是我们需要通过万物的力量, 通过内在的力量, 来唤醒身体的自愈能力。 真正让生命康复的最大力量, 不是任何人, 不是任何药物, 而是你自己。 有时候坚定的信念和健康的生活习惯, 能胜过一切治疗手段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 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,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。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糖哦,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。 好久不退哦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